缅甸武装部队总司令敏昂莱的镇压洛新亚作为进一步巩固他在国内的地位,而镇压洛新亚行动所引发的危机感也让他获得军方及在缅甸占多数的佛教徒支持。 许多人预测他可能在2020年挑战总统宝座。 纽约时报报道,敏昂莱为缅甸最有权势者,他成功架空缅甸文人政府实际领导人翁山苏基·奥森斯基。 翁山苏基及其所属政党在2015年的选举中大胜让敏昂莱的总统之路受阻,但依照缅甸宪法中总统家人不得拥有外国籍身份的规定。 翁山苏基不得担任总统故意国务顾问的头衔领导政府。 敏昂莱的职权包括任命三名主要内阁成员掌控警察及国际警队并可主导两个大型企业集团。 此外,敏昂莱的支持者占国会四分之一席次,足以阻止任何限制其权力的宪法修正案。 敏昂莱偶尔公开露面,常在社群媒体上发布他的高层会谈消息,但敏昂莱多在闭门场合运筹帷幄,认识他的人不愿公开谈论他的性格或与他的谈话内容。 敏昂莱本人也拒绝接受纽约时报的访问。 现任及前任军官、维权人士、分析家、外交官员及法律专家在内的30多人接受纽约时报访问。 访问内容将敏昂莱描绘成一位心思缜密的谋略家。 用权势推动一个鲜明的民族主义目标。 缅甸全国民主联盟NLD高阶成员暨翁山苏基顾问温婷Win-HTEIN表示, 敏昂莱计划于2020年成为总统。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汪山苏基是缅甸文人政府实际领导人外地抨击他允许洛新亚人Royna遭受驱逐, 但根据军方所撰写的宪法,敏昂莱军权大卧。 汪山苏基对军队并无指挥权。 纽约时报报道, 敏昂莱作为缅甸最有权势者他成功架空缅甸文人政府实际领导人汪山苏基又路透分享。